这个就是咱螃蟹住的公寓是吧 对 一排排的看着好整齐啊 是啊 它是螃蟹都在里面吗 对啊 您能为我打开看一看吗 可以啊 就这样一摆就开了 这有一只螃蟹啊 对啊 每一格里面都有 好干净啊 真的是 然后它外观 这个就像一个大的落地窗一样 然后打开 去到他家里去做客的那种感觉 一般的螃蟹养殖都是在池塘里 可花博为什么要毒皮吸镜 非要给螃蟹盖工育呢 您是怎么想的用这样的方式来养它呢 以前就是传统的池塘养殖的话 它生活率很低 它为什么成活率这么低啊 在之前 因为螃蟹它相互之间打架非常厉害 它打架的时候将会自相残杀 而且它在生长过程中需要脱壳 那么一脱壳以后呢 它就没有防御能力了 别的螃蟹就把它吃掉了 所以造成成活率很低 所以您就想到了用这样的方式 对 给它一格格分开 一格里面放一只 这样它相互之间就见不到面 就避免自然残杀的问题 螃蟹看上去微风八面 实际上也有软弱的时候 像花博养殖的这种蟹 是名叫中华荣傲蟹 即使在养成阶段 也要经过四到五次退壳 每一次退壳都要历经生死考验 如果池塘里螃蟹的密度比较大 或者投喂的饲料不足 正在退壳的螃蟹就会受到其他螃蟹的攻击 华博说 以我国山东省青岛市吉默地区为例 他们养殖中华荣傲蟹已经有二十多年时间了 期间采取了非常多的措施 减少密度 科学思维等等 但是 由于中华荣傲蟹自相残杀的特性 养殖成活率始终只有百分之六十左右 2012年 吉默的几位养殖户 也开始尝试用蟹公寓养殖中华荣傲蟹 完全解决了中华荣傲蟹 退壳时自相残杀的问题 到2014年 蟹公寓的养殖成活率 已经达到了百分之八十五以上 花博告诉小林 这样一个蓝盒子 每个都是32厘米长 20厘米宽 螃蟹因为比较蓝 所以这么大的空间 尽管它精心则算 已经足够螃蟹活动了 咱的公寓为什么每一间都是蓝色的呀 做成其他的颜色不行吗 就不可以的 就是特意选的这个蓝颜色 其他我们都做个测试 就是比如说白色吧 白色的话 在里面的话 就是螃蟹在里面的话 就是说没有安全感 它会影响它休息 也不禁食 影响它生长 它是喜欢这种昏暗的一种环境的 这个蓝色的盒子看上去很普通 但实际上经过精心设计 前面一侧是可以活动的透明小门 可以观察里面螃蟹的硕食情况 随时调整耳料供应 盒子底部不是非常平整 而是做成一个斜坡 这个底部倾斜的作用 就是把这个残耳粪便 能够很顺畅地 就收集到这个回水口这个位置 这个地方是回水口 对 这个是排污的一个作用 我看它这个外观上面 还有两个这样的凹陷的地方 这个是放什么的呢 这个凹槽这个位置是放上水管的 上水管 对 水从这进来 进来以后顺这个方向往回走 然后这个槽是做 上一层的回水管 回水管 然后这个盒的回水管是在下面 这样就形成一个循环了 在养殖厂房整齐排列的谢公寓 都是用这样一个个小盒子 拼接而成 它可以根据厂房的大小 自由组装 非常方便 我打开咱的公寓 发现里面就有一个白管子 对 然后这还有一个孔 在往下喷水 对 这个是做什么用的 这个我们叫激流式进水方式 这是一种 把这个新鲜的水 进到谢公寓里面来 然后把脏水排掉 就是给它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循环量 保证水质健康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给它增养 增养 对 那螃蟹的 它这个水体溶氧量 是不是要求很高 对 是的 一般来讲的话 4到5个PPM 但是我们这种方式的话 可以达到8到10个PPM 养殖水体中充足的溶氧量 有利于螃蟹的生长发育 通过激流式的浸水方式 浸水以后 水面会升高 一旦超过一定高度 后面一流管 就可以一流出去 沉寂在小盒子底部的 残耳和粪便呢 在每天换水的时候 从出水口流出 在水流出机上 通过排水管底部的缝隙排出 残耳粪便 都被收集到集污池 进行处理 然后在这个积水池里面呢 经过这个水泵 提水 加压以后 进到过滤沙缸 然后再进到紫外线 在沙缸里面 过滤到30个微米 然后进到紫外线 去杀菌消毒 然后再回到 泻公寓去回循环使用 这样 即避免了排放污水 又能够循环使用 节约用水 同时 工作人员 每天定时对水质进行检测 及时调节 保持水质横地 工厂化的养殖 还可以通过水温的控制 一年四季 都可以养殖螃蟹 了解了泻公寓的结构 小林又想到了一个问题 野生的螃蟹 并不挑食 小鱼 小虾 枣类等 都是它的食物 那住在公寓里的螃蟹 吃什么呢 咱这螃蟹一般都喂什么呀 喂的有很多 比如像冰淺水杂鱼 还有贝莉 还有煮熟的玉米粒 麦粒 玉米粒和麦粒它也吃啊 对啊 碳水化和我 那螃蟹是个杂食性的动物吗 对啊 螃蟹是个杂食动物 那咱一般都什么时候喂它呢 那现在就只吃那喂的 那边那个 对啊 我们去看看 在螃蟹的生长期 每天喂食两次 早晚各一次 相比较而言 住在蟹公寓里面的螃蟹 吃得好 住得好 但是它养殖相比 中长周期大大缩短 产量增加 这样也得到了保障 最主要的是 用这样的方法养殖螃蟹 实现了立体化养殖 可以大大提高土地利用率 华博说 以青岛吉末的中华融螃蟹为例 一般每亩养殖中华融螃蟹 两千只左右 而采用蟹公寓进行养殖呢 一族蟹公寓占地只有三十平方米 能养一千个螃蟹 也就是说 两族蟹公寓占地只需要六十平方米 就可以替代传统的义母池塘 养殖两千只中华融融蟹 避免了天灾啊 人祸啊这些影响 提高了生活率 这样的话 今天效益非常好 成活率也很高 对 而且更重要的是呢 就是说在这个环境下 养殖出来的螃蟹 不但好吃 而且食品安全是有保障的 话部告诉小林 通过对水质的有效控制 养殖出来的螃蟹 没有泥沙味 螃蟹更加好吃 那么 这里面又有什么科学道理呢 原来 在池塘里养殖的螃蟹 到了养殖后期 水温越来越低 螃蟹设施逐渐减少 这样就不利于螃蟹的肥 而在蟹公寓里呢 水温是恒定的 所以到了养殖后期 需要肥的时候 他们就根据螃蟹肥的需要 上午下午课为一次 投胃量达到蟹重量的 6%到10% 其中动物性飼料占到60% 因此 经过蟹公寓肥肥的螃蟹 高肥之后 也就不算稀奇了 蟹公寓养殖的螃蟹 蟹可成青色 平滑而又光泽 蟹背上好像涂了一层油 轻而发亮 显得神奇失踪 再翻过来 可看它的腹部 由于不接触泥土 所以给人的感觉是 几百晶莹 当然了 看是否成熟的好 还要捏捏蟹脚 经过育肥的螃蟹 蟹腿非常硬 这也是成熟好的一个表现